好,接下来这个影片呢,我们就来利用这个风鸣器来做一些音效 那例如说像那个电影里面开雷射箱那种哟哟哟哟的那个音效 首先我们听到这个音效,其实第一个是很短促的,对不对 然后呢,它的声音是往下掉的 所以一开始声音比较高,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往下掉,就这样哟哟的那种声音 那这样的声音要怎么去弄呢? 我们来利用那个复回圈来做一个频率可以很快往下掉的这样子的声音 好,那不用一个一个频率来写 那怎么来做到这件事情呢 那这个程式的结构都跟前面一样 只是我在发出声音这边,好,就来一个复回圈 然后这边就是如果按下按钮,就怎么样呢 所以Fall,来看一下 一开始让它高音一点,例如说700 然后呢,它的条件是要大于600 所以让它的声音,这个等一下会变成频率 就像让它的声音从700降到600 那每一次都减少20 好了,减少10好了 每一次的频率都减少10 好,那干嘛呢? 就是让它发出声音嘛 就Tone Tone,谁 发出这个PIN 这个声音,发出来I这样子的声音 好 那么,所以在这段过程中它就会 怎么样,就是每一次的声音一开始700 然后就是690,680这样 然后总共会有10次吧 好,那每一次的长度呢 大概不会太长 每一次长度就10个毫秒 那总共会跑10次 好,所以这个声音的总共长度就是100毫米 就0.1秒,其实不长,对不对 好,那这样子 10轮跑完之后就会跳出这个毁圈 就会到No Tone这边 好,声音就会听到 好,所以我这样按一下 它应该就会发出一个Bew的声音 好 那我们来听一下这个音效会是什么样子 我会把它上传 好,那来听一下音效是什么样子 好,所以是不是就有这样的声音 所以我只要一直按着它就会一直发出这个声音 好,那以上呢就是用Fore回圈 让这个风鸣器发出一个像Bew的声音的方式 好,那我接着呢还想要再做个调整 那我现在是这样子按了 它会延续发出这个声音 好,那我现在想要做个调整就是说 我现在按的时候 每按一下它会发出三个这样的声音 然后停顿一下 好,那按一个板机 会发出三个雷射 然后就停顿一下 然后这样我该怎么做呢 这样我可以再利用一个Fore回圈放在外面 那我要它做三次嘛 好,所以呢我就让它用J这个去让它做三次 怎么做呢 当它小于3的时候 它就每次就加1 那这样子的话呢 是不是就是可以做三次 好,所以外面那个回圈会让里面这个回圈 重复三次之后跳出回圈 好,那跳出回圈之后呢 就会到No Tone这边 那这个三个音跟下一个三个音 我要间隔久一点 好,例如说我间隔个六少秒 这样子呢 就会有三个一组三个一组的声音 对不对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如何哦 好,所以这样子呢 是不是就按下去 好,按一下就会有三个音 按一下就会有三个音 对不对 那如果连续按着不放的话 好,就会有三个音 三个音 但是中间是有间隔的 好,那以上呢 就是把这个声音再做一点点改良 就是变成三个三个一组的声音 对不对 对不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